这个接下来问玉峰了 关于money的事情 你说这个绝对不要相信 人性可以通得过考验 对 我觉得爱情是还好 我觉得爱情搞不好还有机会 我觉得钱是绝对不行 对 不管是多好的朋友 或是自己的兄弟 或一个很好的大学同学 那我们大学的时候 真的是感情非常的好 因为大学大家的钱都不多 真的是你用我的 我用你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运气不错 大学有在开车 然后他没有车子 还要追女朋友的时候 我愿意把我的车借给他 一般男生是不太愿意见别人车的 那我们真的很好 所以我就借他让他去追女朋友这样子 那后来我毕业之后进了新闻券 然后他在做业务 有一年他真的是脑洞大开 他就想说没有什么传情的工具 那情人节七夕都是很好的商机 他就去想了一些花灶 比如说他去跟学校的学生会谈 我们帮你用气球传情 那气球很便宜嘛 对不对 就是个工而已嘛 那男生因为要去跟女生告白这件事情 有点害羞 用气球一个很大的爱心气球 或是那种红色的那种红气球 然后过去帮他传情送个卡片 成本没有多少钱 但是最大的成功 对然后接下来就巧克力传情 然后呢再来就西瓜传情 然后还有什么冬瓜传情 几乎没有什么钱 你去产地叫一个卡车 燉拌的冬瓜来 然后就绑个蝴蝶蝶啾啾啾啾 然后手写卡片就是一个人工 那个供读生用很便宜 他这样做了几年之后呢 再加上媒体有帮他宣传 他一个节日下来可以赚一百多万 一个节日下来可以赚一百多万 而且学校都是学生 不懂得开票嘛 学生都是给现金 然后厂商开旗票 他就等于这样子赚 有一年他就跟我说 玉峰 自己兄弟 这个七夕给你赚一半 一人出五十万 我去很高兴啊 终于从小记者要变成生意人了 然后就丢了五十万给他 然后呢资料也写一写 他就说有一半的大专员 小孩就给你包这样子 后来我回去想一想 其实我当下是觉得不好意思 就觉得说人家会不会觉得 我们是记者 然后给我们这个favor 那当然是希望我们去报导嘛 这样子我对公司也不好交代 我就跟他讲说算了 你赚就好了 这个东西稳赚的 你不用给我这样子 我也不可能帮你 找电视台去采访 这个不方便这样子 他就变脸了 他说十几年的兄弟 那叫你支援我一下 你都不愿意 我想说不是给我赚吗 怎么变成支援了 后来我就想说 他应该是资金上 可能周转不过来 所以呢他缺五十万 但不好意思开口 跟我说要借钱 所以他就说 给我用投资的方式 那我就听明白了嘛 那你缺钱 我就说好 这五十万你也不用还我 你就拿去用 也不用跟我算利息 反正你都是收线嘛 学生会那些学生 都是给人家给你现金 那学校你收了钱之后 活动就一天 结束之后 你钱再还我就好 他就说好 那我就说好 那我就不投资了 你就这样子 这样子我会比较方便 对 结果呢在七夕的那一天 电话一直响 电话一直响 他跟人家拿了货 就学生那些宅男 准备要去告白了 冬瓜没有来 巧克力也没有来 气球也没有来 我都想 整个大海北地区 大众院校那些宅男们 怎么办 他跑了 他跑路了 他跑了 他给人家拿了货 转卖 为了这种事情 跑路 跑路了 可是你想想看 他跟学生收了钱 然后他又把这些东西 货给转到了中南部去 等于说他有镜像 他没有出 那大家找到我了 因为他一开始 不是骗我说是要投资吗 所以他给学校签约了 他刻了我的辩章 他等于说全世界都来找我 这还弄你了 对啊 学校也找我 厂商也找我 然后那些告白失败的男生 你看 我们下次告白要什么时候 也在找我 我真的是在这些 我真的想想看 就是一个一个去解决 然后呢学校还好 学校就很明理 对 反正就是请律师 然后跟他们解释 当初的肌瘤是怎样 有一些厂商 就找兄弟来 对啊 然后他在我面前 出来讲的时候 就拿那个冬瓜罩面前剁 我就说 都要不要这样 大家慢慢来说 好啊 你说啊 拿那个一尺 两尺西瓜刀 在 后来呢 也都处理好了 处理好之后 我就觉得很可恶 这个都是同学 兄弟 我去跑去他家 我就去跟他爸妈 讲这个事情 我说 伯父伯母 你打电话 叫他回来 这总是要解决的嘛 那他就打电话 他妈妈 因为我也都认识嘛 就打电话 我以为他真的是 叫他儿子回来 说至少给我交代吧 结果你 电影就响了 我说奇怪 儿子回到家还要电影 打开门间 是我爸妈 他妈打去 等一下给我妈去诉苦 就说我在为难人家 我说我在为难人家 然后呢 我爸妈就跟我讲说 人家会找你 是因为你有能力 然后他有需要 我说所以我被骗是应该的吗 他就说没关系 你就当作帮人家 我就被我爸妈拎回去了 做善事 然后我也不好意思找他 但是呢 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忘记 我逢年过节 都去他家送礼盒 看可不可以赌到他 对 第一个看能不能赌到他 第二个也让他知道 说给他一个态度 所以有赌到他吗 都没有 因为我也蛮奇怪的 我有时候很早 等他爸爸出去神运的时候 大概五点 有时候我下班 电视台值班 大概到2400 下班我过去 我就让他知道 我还记得这个事 然后呢 我也不定时的会出现 如果你真的想要 安稳地回个家 赶快钱还一还 这个这么多年的好朋友 真的是 但是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出了这个事情 到底有什么好躲 就五十万 他躲成这样 不只五十万 其实他也骗了不少人 然后还有骗厂商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生活 遇到了什么困境 所以一次想说做一瓶大人 一次就卷走了 窟窿很大 对 你跑社会新闻 连警察朋友都跟你借钱 对啊 因为我们跟警察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的密切的 你说你跑社会新闻 你要跑得好 你跟警察不熟 当然 你没法称松道地 你大概 大概你也不用跑了 等到新闻都发完了 你可能才是最后一个才知道 所以我跟这个警察朋友 因为他在很繁重的区域 台北市有分甲等 乙等 丙等 那像我出生的内湖就是丙等 因为我们那边没有什么黑道 没有什么赌场 没有什么酒店 对 那我们跟他是真的非常熟 那我们那时候都一起去冲赌场 去冲现场 所以有一种生死与共的革命情感 然后最特别的是 他还举了我们的同业 所以那个女生跟我是同期的 我们就有一种 就是亲上家亲的感觉 有一天我小夜班值班完 早上 其实我们都值班到2400 然后早上的时候都在补眠 但手机又不能够关机 他电话就响了 响了他就很急 他说你在那边哭 我说大了 你是出什么事 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先周转个三万块过来 我说好啊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网路银行 我说睡梦中还拿ADM 拿那个提款卡去ADM转 转给他过了一两个礼拜 我就问他说到底怎么回事 他就跟我说他不是娶了我们同业吗 那后来他生活有点困境 因为小朋友出生然后压力很大 他就说他太太一直逼他去赚更多的钱 但是他不要 警察你要就是去收一些黑钱是很容易的 但是他不希望变成那种警察 所以他就说他很辛苦 但是有时候保险费突然也来了 然后小朋友注册也来了 然后家里还有一些长辈一些医药 就好好好 没关系 所以他每次都跟我借不多 几万块 三万五万借 他会不会还 会喔 这种人都很厉害 他给你借三万五万 还你三千五千 你就觉得说好像也还好嘛 他还是有借有还嘛 只是人家一直手头不方便 我就这样子借了三五十万 那我一直觉得说 借了三五十万 对啊 这样咚咚咚咚 我一直觉得说 会不会是他太太给他太大的压力 后来有一次在一个采访场合的时候 我就跟他太太讲说 你是不是给大哥太大的压力 他说什么意思 我说他在外面好像有一些状况 然后他有跟我周转前 他说是你在跟他闹离婚 然后他就说有啊 我们很早以前就离婚了 因为他在外面赌博 然后我就算一下那个时间 其实他在第一次跟我借钱的时候 早就已经离婚了 所以根本跟小孩跟老婆没有关系 他可能就自己的一些经济状况 有问题 所以都是掰的借口 都是掰的 那我也想说就算了 我就跟他讲说 你方便再给我好了 然后他就开始 都不接我的电话 然后明明有时候 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反正他就是好像躲着我 后来我也想说 如果你躲着我 那你应该就是不方便 那你不方便 我就去跟你追这个债 好像我们这个兄弟不讲疫情 有一次在一个婚礼的现场 他也来咯 然后呢我也照 那我就想说他 我自己还觉得都奶油 很不好意思 待会遇到了好像 好像不好意思 他还主动来我们这桌敬酒 哇 那个样子 那个风流替挡 那个感觉 我就觉得很火 就当大家的面说 诶 当耶 你那个借那个钱 你如果现在OK了 你看那个皮带也是H的 然后那手提包也是万宝龙的 行情现在有了 是不是该还一下 实际上跟他讲 我就直接跟他讲 我就是如果你 你场面敢坐这么足 你应该不怕我直接讲吧 他就跟我讲说 哎哟 你就凯枝啊 你又不缺这条钱 不用还吧 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笑 我想说我是凯枝 后来我真的觉得 真的是蛮火大的 我就请了律师 请了律师去告他 那告他 请了律师又花六万块 那律师就有跟我分析 他就说 他欠你大概是五十万左右 那来来回回 你还要付这六万 那以我们过去的实务经验 你可能只能得到一张 就是债权凭证 法院判赔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但他是警务人员 公务人员 律师就说 那这个可以告 这强制扣心就好了 我们就告 告了之后 我觉得那法官也是 真的脑袋很好 因为这一笔糊涂账 我会给他 有时候给现金 有时候汇款 但法官真的很聪明 他就直接问说 那叉叉叉先生 李玉峰说你欠他五十万 他有没有借你这五十 你也有没有还人家 那他就很着急 他就说有啊 可是我早就还了 那法官就说 好啦 那你已经承认 你有借人家钱了 那你还他的证据 所以他一下子就中招了 所以我那官司 非常地顺利 对 然后我就拿到了这个 债权评证 那我又卡关了 到底要不要去强制执行 因为他就找那个 他们分局的长官 来跟我讲 他就说 钱 他在分歧想办法给你 你去强制扣心 那他一辈子的欠你 你不可能升官 然后要被劣迹 然后恶主会找他麻烦 所以我后来也没有去 强制执行 但他也没分歧给我 我还在等 我还在等 对 反正他就是没有给我 不是等于是被你爸妈 拎回去的意思 对啊 怎么大家都会把我拎回去 对啊 那你现在还敢借朋友钱吗 我还是敢 还是敢 我还是敢 对 但是我已经就是 你现在这个专线是什么样的 联络 今天节目之后 可能这个专线很快被打爆了 因为大家都会笑说 你就是笨嘛 你也知道说去有去无回 可是你行走江湖 如果今天 H大哥当然不会跟我借钱 但有一天如果H大哥 你不要冲动 新疏大卖 所以大逆不到时候到啦 对 借的时候现在可以来借 因为有时候你在行走江湖 如果今天说 玉凤 收转个五万 五万是一个很微妙的数字 网络银行可以转账 单日的最高就是五万 对 我觉得应该要再低一点 最高五千就好了 那你五万给不给 你要怎么讲 我们有五万 这这也不信嘛 对不对 然后你要说我有五万 不借 这也不行嘛 对不对 所以我大概就是成立一个 小峰基金 什么啦 我就一笔钱 成立基金刚来 真的真的 我就一笔钱 这算是慈善忽义的一个 对 我们就是一笔钱 你要用可以 就看你这个月谁先来借 我就一笔喔 借了就没了 这个谁是指谁啊 都可以 他刚刚讲都可以嘛 都可以嘛 所以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开放预约 没有 就是我的心本好友的 找得到我的人 但是如果你今天借了 比如说H大哥借了 好 大哥要跟我借 我说我已经借了H了 你去跟他拿 你拿得到这笔就转给你 那要不要还 其实都到外面周转 就是转来转去 都是转来转去的 对 我就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 是什么周 像不聪明吗 我觉得我自己来运航 你看他讲得很开心 好像找到一个解法了 但是你那笔钱 你那笔钱就永远在外面 没有了嘛 你就当 所以我刚才讲 慈善公益基金啊 小峰慈善公益基金 对 而且他可以推掉一些人 要再来跟他借 他说没有 我已经借给安安了 对啊 总不能说你再借嘛 我直接借出去 只要这样 不聪明喔 我还以为自己是头脑组的 就他有QOTA啦 抱歉这个本月 已经资金用尽了 对 OK 好 H 如果朋友之前讲到钱 友情是不是就会不见了 一定的啊 我自己也有遇过 类似这种事情 而且还蛮多次的 也是蛮多 但是都是小钱 没有他那么大比 他一比都五十五十的 都是蛮多的 像我有一个 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朋友 我们从小学就认识了 然后跟另外三个 我们四个是算青梅竹马的 四个男生 感情都很好 可是这个男生呢 又高又帅喔 他从小学 国中 就开始会偷人家的钱 偷人家的workman 偷班上的东西 那我们另外三个兄弟都知道 而且到最后甚至是 他连我的钱也偷 他连另外一个兄弟的金子也偷 另外一个朋友的钱也借 然后不还 到现在已经我们都快五十岁了 你看我们认识已经是 快四十年了 这个人在去年跑路了 对 就讲起来其实很可悲 就是说因为另外两个兄弟 已经被他借到 借到不要不要的了 那我也是被他借了一些钱 可是我就觉得说难得 四十年的兄弟情 你怎么舍得 永远都是我们四个人 这样一起出来玩 出来庆生干嘛 然后忽然少掉一个 我当时觉得是不舍 我就特地 他们两个不想见他 我特地把他拉过来说 那时候还没还没跑路之前 我说没问题啦 他知道他会改过自新或怎么样 他会做得很好 然后就一起唱生日快乐的歌 是个老男人 老男人还在那边唱那边 还很开心 结果后来他就跑路 跑路之后我就觉得很难过 因为有听到他家人跟我讲说 他骗了他妈 他说要自杀 他还安排了计程车 因为他开计程车了 计程车里面 假装有煤炭什么的 但警察去到现场的时候是 只有车子跟煤气在里面 那人是不见 人没死啦 但是我听了之后 我还是会愚心不忍 我就打电话去给他 因为听说他妈知道这事情之后 打开他的那个抽屉 看到遗书 他妈就立刻昏倒 那他妈也是我们从小就认识的 当然会不舍得嘛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就说 我没得说 因为我打不通 我传讯息 我跟他说你一定要出来面对 我说兄弟们都在 你要再怎么样 你也不能让你妈这样过 可是因为他中间 那他就后来跑去牵赌 还在当主头 所以欠下那个钱 一下来说三百 三百大家帮他想办法弄一弄 想办法弄掉之后 变成五百 五百弄一弄之后变成七百 永远那个数字都不笼 越来越多 所以到最后另外两个兄弟 也就不理了 所以他才在跑路 那我打电话 觉得如果不到 我就叫他出来面对的时候 他不理我也就算了 就这样 我就想说好吧 那就算了这个兄弟可能就没了 去年我不就得了癌症嘛 这个人忽然打电话 忽然传讯息来了 他传来第一句是说 兄弟 这辈子很高兴能够认识你 我心里想说我都还没 你知道那个口气 那个口气听起来是那种 奇怪是我发出去的还是他发过来的 他发过来就已经觉得 好像我已经挂了这样 然后后面又想说 这个月房租我没 我向他南部 可不可以挡一下 我心里想说你不是当我已经要走了吗 你还要跟我借 后来我就决心把这个人 从此封锁掉 所以你说 我再怎么样献出真心 或者说很真诚意的对待这个人 你说这种东西都没办法经得过考验 真的很难 单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频道 请记得搜寻东风卫视 而且扫描我们下面的QR Code 同时按下订阅钮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了 还有还有我们有很多独家的好康网路影片 只在这个频道独家播放哦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 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 包含神准算命 开运商品 开运密法 请上网搜寻 命运好好玩